多加俄媒当地时间18号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以视频方式出席俄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时表示 俄罗斯在与世界脱离的情况下无法发展 将来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 普京说俄罗斯不会因制裁而被迫与世界其他地区割裂开来 某些国家试图通过禁止俄罗斯获得国外高新技术来限制俄发展 但俄罗斯将集中精力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此外普京还表示 俄罗斯不会像某些对俄不怀好意的人预测的那样倒退几十年